游美女等12人 鉴于贯彻宪法之性别平等原则 以及落实国家整体发展政策之性别主流化 并依据立法院 2010年1月12日三读通过行政院组资法时 以并三读通过之决议 其中提及指派政务委员担任行政院性别专责机构之执行长 专职运作 行政院之性别专责机构 已经于今年1月1日成立 性别平等会及性别平等处 原建请行政院尽速指派一名政务委员 专职担任性别平等会之执行长 另外 未来组织改造后 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 将主折国家整体发展及政策制规划 协调审议资源分配等业务 与落实各项政策制性别主流化密切相关 故建议未来组织改造后 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 应纳维行政院性别平等会官方委员之一 是否有当 尽请公决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